为了表扬志工人员及团队 高雄市社会局与志愿服务协会 共同举办金徽奖颁奖 今年一共有39位杰出志工 13个团体获得了高雄市志工的最高荣誉金徽奖 市长陈其迈颁发奖座 也感谢每位志工伙伴 用公益的精神来回馈社会 志工们展现无比的热情 迎接市长陈其迈的到来 鼓掌声久久不停 象征志工伙伴的积极跟活力 庆祝国际志工日高雄市社会局 跟志工服务协会 共同举办金徽奖颁奖活动 而今年共有39位优秀志工 13个团队及家族获奖 市长陈其迈亲自颁发奖座 也感谢志工朋友无私奉献的精神 还称赞他们都是市政推动的幕后英雄 大家都全力的帮助 我们市民渡过难关 所以我市长只有一个 但是合格仔 有很多的志工伙伴 不仅当市长的分身 同时也是天使的分身 所以让我们的高雄 能够处处有温暖 所以市民朋友 也因为有大家 能够更安全更幸福 每位金徽奖的得主 不论是在医院担任志工或是到学校偏乡服务 都用公益精神来回馈社会 其中这位78岁的蔡青广志工 获得今年特殊贡献奖 他从学校退休之后就到各地说故事 十多年下来讲了三千多场 不仅是许多孩童印象深刻的阿松爷爷 也是职工界的孙岳叔叔 阿松爷爷来了 小朋友来了 点点头 握握手 能够把自己的经验 或者是学识 或者是所了解的一些东西 还有加上绘本的内容 把它总和起来 跟不同的人去分享 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 从他们的眼神 他们的笑容 他们开心的情形 就一股力量 鼓舞我们一直觉得说 这事情一直走下去 另外这位蔡秋叔女士 35岁开始担任志工 一做就是40年 成为今年金徽奖 自身志愿服务人员当中 年支最长的志工 她说当志工让她感到很快乐 有生之年也要一直住下去 我会一直当志工 当到说我真的走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 也许走不动也不用停止 因为走不动 我是用我的爱心去感化别人 这也是一种志工 对不对 所以我是就 可以说是我当志工 就是我呼吸停止的时候 目前高市志工人数达到11万人 不分男女老少 都用不同的方式投入志愿服务 市长陈琴帆也鼓励市民朋友 踊跃担任志工 让社会更加充满和谐 充满爱 好吗 OK